今天我买了三个植物在网路上 那个看人家直播 然后卖植物 然后买的植物 然后经过三天以后呢 植物来了 所以我现在很开心 我现在要开箱 然后拍影片留念 这样可能比较好开吧 所以我拿直的应该不会伤到植物吧 有有有 有耶 有里面有植物 包得很好耶 这个是 这个是他叫做 半叶独角兽那老板娘讲的 哦他有把它固定 就是每个植物都用 胶带有固定在箱子里面 所以就不会晃动 这个是包得超好的耶 半叶独角兽听说会 会有半叶 中久了以后 是一种曼绿龙 然后这个是 土跟 盆子 它也是把它粘起来 然后粘好 然后这种 我有一个是 先人掌 螺魔科 我现在来找先人掌螺魔科 它每一个都有把它粘 黏在箱子 黏到蛮固定的 所以不会晃动 我看一下这个 哎 有有有有有 有 有 这个是 螺魔科 就是它是像先人掌一样 它是它以后长大的 那个 长大的那个 花呢 开起来听说像外星人的花 是一种螺魔科植物 哎呀好可爱哦 这都五十块 超可爱哦 我第一次种螺魔科 你看都固定好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这个 这个应该也是吧 我看一下 因为这个听说是 靴力 爬墙 又叫爬墙虎吧 有水耶 我看一下都包 哎呀有有有有有 这是靴力又叫爬墙虎 然后我买了以后呢 直播上买了以后 才发现说 它会爬墙 然后爬到到处都是 但是假如是把它固定在一个 呃就是一个 范围里面的话 它会垂下来 就不会一直爬了 只会变长而已 所以买了 靴力爬墙虎 半夜独角兽 半夜独角兽是 二十元 还有一个是 这个大模型 就是罗魔科 耶 所以总共花了 一百二十元 然后那老板呢 就是把它 扳娘 然后把它包得非常好 而且都有固定 所以它在箱子里面呢 不会晃动 所以我今天就 开箱成功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买的植物 这是我上网看直播买的 然后非常开心 谢谢各位 拜拜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